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 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 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为 有吃抢吃 有喝抢喝 不会说谎 不会推诿 受到惩罚 忍痛挨打 一转眼间 照头不悟 同它们在一起 我心里感到怡然 坦然 安然 欣然 十四年前 我养的第一只猫就是这个虎子 刚到我家来的时候 比老鼠大不了多少 全躯在狭窄的室内窗台上 活动的空间好像复复有余 它并没有什么特点 仅只是一只最普通的礼貌 但是异于长矛的地方也有 它有两只种种有神的眼睛 两眼一睁 还真虎虎有虎气 因此气名叫虎子 它脾气也确实爆裂如虎 得罪过它的人 它永世不忘 可是岁月不饶人 也不会饶猫的 这一只土猫虎子 已经活到十四岁 猫的十四岁就等于人的八九十岁 这个虎子却也真怪 有时候颇现出一些老象 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里 忽然被一层薄膜蒙了起来 嘴里流出了哈喇子 胡子上都粘得亮晶晶的 不大想往屋里来 日日夜夜扒在阳台上 蜂窝没堆上 不吃不喝 我有了老咪咪的经验 知道它快不行了 有一些通达世事的好心人告诉我 猫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 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受住 到了此时此刻 他们绝不待在主人家里 让主人感到心烦 或感到悲伤 他们总是逃了出去 到一个最僻静 最难找的角落里 地沟里 山洞里 树丛里 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 因此 只要自己的猫老了 病了 出去几天不回来 他们就知道 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永远永远 永远永远 不再回来了 总有一段文字 影响生命的程度